那您关心美股三大主要指数的收款行情 虽然欧洲政局不稳 埃及暴力冲突 和原油价格突破了每桶100美元 让全球的股市为之走低 不过美国就业数据优于预期 让美股在逆境中转而收高 道琼上涨56.14点 指数收在14,988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0.27点 指数来到了3,443点 G13500种股价指数上涨1.33点 指数来到1,615点 至于台北股市的收盘行情 也要提供给您 昨天台股市下挫104.44点 指数来到7,911点 至于新台币对美元价位 现在来到了30.302 兑换1美元的价位水准 点值0.182元 这最新消息